男人只是亲了一口自己的空气女友 没想到下一秒女友就活了过来 她将手脚从被子下伸了出来 然后慢慢从床上下来 走到了窗户边 她向窗外伸出手臂 触摸着衣服架上的露水 没想到露水被塑料身体吸收后 她竟活了过来 变成了真的人类 男人叫阿伟 人到中年还是个单身汉 她买了个空气人偶当自己的女友 把她取名叫小美 小美变成人类后换上了阿伟的衣服 可是照了照镜子感觉太大了 于是又换上了水手装 小美对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就连门口的垃圾都蹲下来查看 她会学着和服女人走路 听着她们日常的聊天交流 看见上学的小学生 小美忍不住牵住她的手 却被小学生嫌弃舍太浪 随后小美又去了公园玩泥巴 一直到了晚上才慢悠悠地回家 一家影像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小美走进店里 好奇地打量着店里光点 小美的行为引起了店员小帅的注意 而小美也被小帅的帅气所吸引 她看见了店里的招工告示 于是小美决定在店里打工 这天她在店门口做事时 被一个路过的女人吸引 原来她发现女人腿上的线条 和自己身体上是一样的 她发现了自己与人类的不同 为了不被人发现 小美用化妆品掩盖了身上的线条 就这样小美白天在影像店打工 到了晚上就回到了阿伟家里 可小美工作的时候 还是出事了 女孩的手臂不小心刮在铁片上 手臂哭刺一声被刺破 下一秒身体开始漏气 漏气让小美的身体变得干淋 小帅听见动静赶来 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小美 没想到小帅并不害怕 她转身去柜牌找来透明胶带 将缺口用胶带封住 然后附下身子往冲气口吹起 没多久小美又恢复了人形 她问小帅为什么不害怕自己 而小帅却说自己跟小美一样 小美以为小帅也是冲气娃娃 顿时感到欣喜不已 她越发喜欢骑小帅 小美会把打工得到的工资去买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了 这天小美看着电视里的大海向往不如 小帅便带着小美去海边 让她感受大海的宽广 还会带着她去餐厅吃西餐 但小美是空气娃娃 并不能真的吃食物 她看见隔壁小女孩的动物 也有模有样地丢掉食物 就在这时 餐厅为小女孩端来生日蛋糕 原来今天是女孩的生日 小美看着女孩羡慕不已 因为她没有生日 只有生产日期 吃完晚饭后 小帅送小美回家 小美发现自己的影子是空心的 她害怕地躲到阴暗处 自从小美被小帅发现是娃娃后 她就把自己的充气工具扔掉 因为已经有人会帮自己充气 而且有了心上人 小美开始抗拒阿伟 每次睡觉后都会为自己洗个澡 这天小帅把小美带回了家 她在这里发现了小帅前女友的照片 小美第一次感受到了心痛 原来自己是她的替代品 回到家后小美把自己藏了起来 可阿伟并没有过多伤心 转身就在买了一个娃娃 等小美出现在阿伟面前时 阿伟惊呆了 中年男人购买了一个空气女友 没想到空气女友变成了真人 她吓得连连后退 男人非但不高兴 还要求女友赶紧便回去 因为女人实在太麻烦 所以自己才购买了空气女友 小美对阿伟感到很失望 她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小美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无意中来到了空气女友的工厂 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偶 小美遇见了工厂的老板 她带着小美来到阁楼 这里有着很多被遗弃的人偶 老板说每年都有人偶被清理 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否被爱惜 小美说自己为什么会有心 老板说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这里的人偶都有共心 随后老板为小美嘴唇不好色 小美变得更加漂亮 她再次回到了小帅的身边 为了证明自己对小帅的爱 小美说自己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可小美等小帅睡着后 她竟然拿刀划开了小帅的腹 小美以为小帅和自己一样 往里面吹气就可以 然而就在她吹气时 小帅却因为失血过多死去 第二天小美将小帅打包扔掉 她独自一人坐在街头 将自己手上的胶带撕开 随着气体慢慢离开 小美的身体也慢慢干扁下去 她也被人扔在了垃圾堆里 恍惚间小美发现自己坐在餐厅里 周围人正替自己过生日 小美高兴地吹着蜡烛 梦醒了 小美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越孤独越需要陪伴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